为了扭转目前以治疗为主的医疗服务 行政长官在2017年的施政报告指出 政府要全面强化基层医疗健康服务 在同年的11月 也成立了基层医疗健康发展督道委员会 为香港的基层医疗健康服务的可持续发展制定蓝图 食物及卫生局率先在葵青区设立以暂身模式运作的首个地区康健中心 这是我们政府全资第一个地区康健中心 第一个落户就是在葵青区 我们政府这个地区康健中心 透过地区围本、公私合营和医社合作的理念 去提升市民预防疾病的意识 以及管理个人的健康能力 地区康健中心将会是一个平台 我们将会广化的联系区里面的公私营机构 组成一个健康网络 而这个健康网络将会提供预防、教育和管理 希望能够及早发现慢性病 使得市民可以预早能够接受治疗 欢迎你来到葵青地区康健中心 不如我们过来这边拿一张票好吗 你好 欢迎来到葵青地区康健中心 我是今天当值的健康察委员 请问有什么帮到你 是麻烦我想登记做会员的 请问有没有大身份证 有麻烦出示给我们 麻烦填了这张会员申请表 以及签一份参加地区康健中心的计划和移书 好的 谢谢 先生 我先帮你剩一张会员症 好 麻烦看一看镜头 公公 你好 这个就是我们的医体健健康站 现在就和你量一量血压 先麻烦你拍一拍会员症 中心采取上游策略 着重预防和早期介入 强调预防自我管理 提升健康素养 同行合作 善用资源的理念 这些是我们的资讯长廊 不停时会有健康的资讯 不如我们在前面看看片子 好 葵青地区匡健中心提供了三层预防服务 第一层预防是有健康推广 资讯和辅导服务 包括健康广座 自我管理小组 心理和社交支援等等 地区匡健中心更担任了一道政府 政府和市民之间的重要桥梁 提供一系列的健康教育活动 涵盖身、心、社方面 达致全人健康 例如营养咨询、饰健运动 心理和情绪支援等等 第二层预防 包括健康风险评估 慢性疾病西茶 例如高血压、糖尿病等等 假如发现有高血压、糖尿病的风险因素 便会转介给网络医生做诊断 网络医生就是当这些团队发觉病人 有需要看医生的时候 便会转介来看家庭医生 如果发觉他需要有其他专职医疗的辅助 例如要看物理治疗师、职业治疗师 帮助他的健康 他们在这里便会得到一个服务 第三层预防 包括慢性疾病管理和社区服务 包括中风、心肌紧失、寬骨骨折的患者 会以定服务的治疗计划 护理统筹主任便会继续个别跟进 作为一个健康教练 按着个人需要提供更多免费和资助的 跨专业服务 加强他们的自我管理健康和疾病能力 我们特别着重健康教练的角色 这个教练可以帮助不只是知识或认知 而是个人化有什么问题 我们中心的同事都可以提供深入的辅导 以及给他一些功课 可能回来又要跟进 中心的跨专业团队包括有护士 职业治疗师、物理治疗师、营养师、药制师 社工和社区健康策划员等组成的团队 中心游合先进的资讯科技 共同创出多种生动有趣而实用的课程 以及个人化的服务 欢迎来到这个模拟家居的环境 这里很多不同的设施都会很适合长者 就算它是一个很普通的扶手椅 其实里面都会有不同的功能 好,那椅子可以帮你起身 这只手扶着扶手先 这只手扶着旁边 两只脚站稳 它就会帮你起身 我们连结了很多区内的网络服务提供者 以及五间附属中心和一个服务点 相信居民会活得更健康 葵青地区康建中心 是香港基层医疗发展的新突破 创建一个为区内 为市民而设的健康树楼和服务网络 透过中心的同事、移工、合作伙伴 在区内推广健康教育 预防疾病 及早检查 综合护理和社区服务